欢迎收看有辟有据看台湾 看数据 看民意 看趋势 看未来 大家好 我是王思琪 带您一起掌握台湾政坛的大小事 那么今天呢 高雄市长补选在今天举行 那么和这个选前预估的状况 其实是差不多的 陈其迈呢 以将近七成的得票率 赢得了高雄市长补选的这个宝座 那么三位候选人 他们的得票数还有得票率 对于这几个政党 接下来未来在高雄的发展又是如何 从数字当中 我们可以解读出怎么样子的政治脉络呢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讨论 赶快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许志杰 大家好 还有李梅甄敬选总部的发言人郑兆欣 大家好 发言人为什么在台北 怎么没有在高雄看开票呢 有有有 我们也是要有跟社会大众解释的 这个义务在 所以大家分工合作 果然是发言人 反应非常快 来 资深媒体人黄光晴 大家晚安 同样是资深媒体人周年华 师兄好 大家好 好的 一开始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这一场高雄市长补选 首先因为我是高雄子弟 所以我真的要跟高雄人说 大家辛苦了 我们在一年之内 投票投了好几次 比其他前世的人都更辛苦 好来 今天的这个投票结果 我们看到陈其迈 他拿到了67万票 其实今天的投票率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有一点偏低 因为跟事前预估的状况 有一些小落差 他拿到67万票 但是他的得票比例是70% 吴义正他是清明党 但是代表民众党出来参选 很可惜他只拿到了38000票 他的得票率只有4% 国民党提名的李梅珍三号 他拿到了248000多票 他的得票率是25.9% 比他之前的民调数字上面 看起来是好了非常多 因为他之前的民调大概都十几%左右 有做到12% 有做到16% 那但是他真正拿到的票数是25.9% 看起来状况是不是 因为最后韩国瑜 帮他站台 然后力推了一把 然后所以变成了25.9% 这样的得票呢 等一下来分析 不过首先要先请教一下 阿晃 你怎么样看待这三位候选人 他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票数 还有得票率 首先我要恭喜高雄人 你们在短短 我们辛苦了 八个月投了三次票 而且短短两个月之内 创造了两次台湾的民主奇迹 一次是罢免一次是补选 那我先从今天的投票率来谈 今天的投票率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跟罢免的投票率其实很接近 大概就42左右 这其实不是巧合 你如果从选举的政治上的板块来讲 我们先来看 什么样的人会出来投罢免韩国瑜 就是很不喜欢他的 希望他赶快离开高雄市长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事后根据选举 这个民调分析 大概有20%是国民党支持者 那等于说 今天出来的这些投票的人 除了罢免的有一部分人 没有出来投票之外 我认为就是大概那20%的 国民党支持者 可能有一部分人没有出来投票 因为他们李梅珍真的投不下去 那他也不太可能去投陈其迈 因为他政党是支持国民党 那其他的大概就类似 叫有投罢免票的支持绿营的 基本上今天大概都差不多 出来投票了 那当然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是北漂的高雄人 他们罢免有回去投票 但是今天都没有回去投票 那他们的同样原因都一样 那就是我们娘的 有需要再找一招 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 所以导致今天投票率 其实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觉得 陈其迈创下一个算是 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打破的记录 就是在高雄市民进党 所有的大小选举以来 得票率最高的 得票率来到70% 对 陈菊菊姐在2014年 也才拿68%而已 陈其迈今天可以拿到7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这几乎是把所有的 我觉得绿营甚至包含淺绿 甚至包含中间偏绿的选票 几乎全部都催出来 所以他才能拿到70% 拿到如此高的得票 那对李梅珍来讲 的确原本 国民党在高雄 其实今天有人帮他平反 我看苹果日报号有帮他平反 说他不是史上得票率最低的 史上得票率最低是黄昭顺 2010年那一次 那一次沙喀都的情况之下 黄昭顺只拿到大概差不多20% 那时候候选人是 陈菊 杨球星跟黄昭顺 黄昭顺拿的比李梅珍还少 那很巧合都是来自左南 那他这个得票率 有一点点令人意外 因为原本预估可能会有三成 那现在只有大概差不多25% 那我觉得 韩国瑜昨天晚上的站台 完全没有发挥效果 完全没有发挥效果 真的吗 对完全没有 如果因为 你说李梅珍原本就有25.9%的实力了 原本就差不多 国民党在高雄再怎么差 因为我一直提醒观众朋友 国民党是高雄市第一大党 对 他们的议员比民进党还多 31 对啊 所以国民党在高雄市再怎么差 应该 这个大概就是他的基本盘中的基本盘 大概就是这个是铁的 就跑不掉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昨天的站台并没有发挥 任何预期的效果 唯一得到的效果是 韩国瑜自己很爽 就是他重新回到美光灯跟掌声之中 那至于吴玉正我觉得民众党这一次 我有点意外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合理 就是柯文哲今天选择用逃避的方式 就你一个党主席 我今天征召了一个候选人 而且这个候选人还是有党的人 他虽然选输 虽然你们事先也知道他一定会输 那你好歹怎么样 你就陪他一起开个记者会 我觉得这应该这是必须的 结果他今天选择在脸书写了几句话 然后就当作没发生 吴玉正只拿4%代表什么意义 他的得票数比吴玉正自己参选立委还低 别忘了立委是只有两个行政区 两个到三个行政区 这是全高雄市 他的得票数比参选立委还低 还有民众党今年出在高雄市的政党票是8% 这次刚好腰斩剩下4% 那所以是柯文哲拖累了吴玉正 当然是啊 还是吴玉正拖累了柯文哲 事情你记不记得 柯文哲最后这两个礼拜 去了高雄几次 8次 陪着吴玉正扫街 你不能说柯文哲这次浮选不认真 他这次浮选非常认真 认真到群众 大家都争相跟柯文哲合照 吴玉正说 是我 是我要选 不是他是我 我都很担心说 今天是不是有人进投票 总领到选票 怎么没有柯文哲 怎么没有韩国瑜 这段选票是不是不错 硬错硬错 对所以柯文哲 这也是很认真在浮选 可是民众党的吴玉正 只拿到4% 这代表第一个柯文哲 走不过佐水西里南 这几乎已经确定了 佐水西里南他过不了 第二个 可是不是距离产生美感吗 越远应该越喜欢柯啊 在去年之前是这样 在去年之前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今年 在整个的政治局势 从柯文哲成立民众党之后 台湾的整个政治局势 他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改变 就是当你当党主席之后 大家其实看你看得更清楚了 那好 走不过佐水西里南 第二个很 民众党会造调很严重的问题 民众党现在本来人才 就已经不多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今天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只拿了4%的选票 你觉得有心于政治 现在还没有党籍的人 他会把民众党 当作他的第一选项吗 应该是不会 他因为良情折磨而期 所有的人都希望 我找到一个政党 第一个我有发展空间 第二个我有当选机会 那看起来这两个 考量民众党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之下 民众党2022年想要在全国 22个县市遍地开发这个战略 恐怕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而柯文哲2024的总统之路 我几乎可以断言 已经结束了 就他可以不用想了 好好回去当你的 外科医师 还好他现在还有在上课 就是那个 医术有在持续的 这个进修 有在持续的维持当中 还能够进步 我是比较怀疑 能够维持就很不错 就是说对民众党来讲 我今天看到一个 很 有点缺德 但是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一个网友的形容 他总共只有五个字 叫练兵变出兵 他就 好坏 超坏的 对 是有点缺德 可是对民众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好 不过因为吴义正 他的选区 其实就是在我家 那个选区 林亚欣欣 这个区 那这个区呢 吴义正 他其实是五连霸的市议员 他每一次选 其实坦白讲是有越 选越少票 他在这一届呢 他是拿到了该选区的 我们家这个选区的 10点多%的得票 10点多耶 现在选全高雄市 他只拿到4% 然后他 市议员是拿到了 15000票 他选全市 结果才拿到 不到4万 对 4万票 这个很难交代 我觉得的确很难交代 那这个光晴 你怎么样看待 这一次的这个 三个人的得票率 因为刚刚年号也有提到 城局创下了最高的 在高雄的得票比例 68.08这个数字 那这一次 陈其脉又超越了陈局 设下来的 哇这个高门槛是7成 得票越高 我觉得对陈其脉来说 哇那个压力 其实也会更大 就显然就是他会被 极度 极强 强度很强的高度检视 就这对他来说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吧 其实我先讲 吴玉镇 你不能看吴玉镇这个人 因为他是挂着民众党招牌 选民投票是投给民众党 民众党就代表柯文哲 所以吴玉镇选成这样 其实就等同于柯文哲 他在政坛的一个发展 我们可以值得观察的一个指标 所以你觉得 一句话就解决了 真的吗 你觉得吴玉镇的效应 你以为吴玉镇拉个人 是吴玉镇在选吗 大家是看着民众党的 招牌去选吗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解读 所以我赞成年换 刚刚的一个解析 大家现在讨论吴玉镇 我怕收视率会影响 柯文哲 柯文哲会 因为上一次立委选举 民众党推四个 四个人参选都突破五万票 所以你要这样看 至于这一次您刚刚讲说 陈菊在气爆之后 还有6成8的得票率 那个已经是历来 我们认为很难跨越的一个天险 但成型卖跨过了 我也从刚刚年换的观点来出发 你不能只看李梅珍 李梅珍这个火候 这样的一个定位 他竟然可以拿到2成5 也不错了 所以就等同于恒国瑜 不是这样看 因为第一个民调那时候 显示的就是25% 后来因为论文世界往下滑 李梅珍你也就像吴义镇 这种候选人一样 他现在有25%的这个得票率 是因为国民党在高雄的 一个基本盘使然 所以我们当初在选前 观看这场战局的时候 都在看 国民党有没有守住基本盘 对 他们的基本盘 他们拉的是杨秋心防线 后来变成江启臣防线 因为江启臣铺上去去任养这个防线 所以他在韩国瑜这种总统位阶 参与过总统的人气王 出来以后 就是要让他拉基本盘 而没有拉过 然后你再去看 李梅珍自己在左南 他的选区 大叔给陈其妙 陈其妙两个区 超过5万票 那就代表什么 跌破基本盘 雪崩了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要出来不出来 他自己本身是犹豫的 他压到最后才出来 不情不愿的 你觉得他不情不愿 当然是不情不愿 我韩国瑜我要付出 我怎么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舞台 这样一个时机 才刚被罢免 他不是说 他的幕僚不是说 我就算受伤我也愿意出来 那就是会受伤嘛 所以在他的韩粉区里面 出现两派的论战 有些人很积极的叫他不要出来 他们也看到说 你这样出来对你有伤 而且在媒体圈最大的韩粉之一的 陈慧文说你干嘛出来 其实他就说 你干嘛这时候出来 你干嘛这 去服选李梅珍 李梅珍是一个不好的商品 韩国瑜扑上去 你看他没有破韩国瑜 即使韩国瑜出来 都没有扭转整个大的情势 没有破基本盘 那对他来讲当然是重商 我韩国瑜耶 韩流起的时候 可是如果没有韩国瑜 在选前占那一台 搞不好 搞不好他连基本盘都拿不到了 他就没有破基本盘啊 现在李梅珍连他破基本盘 你是什么得票率是 搞不好原本只有十几 搞不好只有十几% 不是这样看十几 那我立刻跳过来 就是说绿营 绿营在这个得票数上面 对陈琴麦来讲 他标准喊得太高了 他喊接近94万 就是上次罢免的得票 他那个当然是要喊高没有错 可是因为补选 还是补选的格局嘛 对 那我原本讲说 他如果能够超越自己大选 2018年的74万多票 哇那真是空前绝后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以补选的格局 他能拿到67万耶 67万那已经是 该投的都出来投了 所以你要看得票率 对 这就是我们看到 陈琴麦有没有超越性 他这次有超越性 就是说在补选这个格局 投票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而出来投票的7成的票都给了他 对 所以陈琴麦他后来出来 你看他的整个 我以为他会哭 结果没有 没有哭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 他终于笑了 他这条路真的走的 而且媒体抓标题都说 他狂少 狂少 因为他跟李梅珍 他事前他的预估是 会差距45万票 陈琴麦自估 还有加上7成的得票率 所以应该是创下了一个记录了 没错啦 就是的确 上一次陈琴麦拿到的 74万票的投票率 是70几% 高雄的投票率 其实都高过全国平均 这一次的补选投票率 只有41点多% 他拿到了67万票 就是的确 陈琴麦有更精进 成为陈琴麦2.0版本的那样子 的意义存在 但是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 仍然是在国民党 就是说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请教赵欣说 所以韩国瑜的站台 其实在两位媒体人的看法当中 是这个韩国瑜并没有制造出更多的 拉票的效果 不过就是国民党的基本盘 还拿不到 就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国民党如果在持续的 拥抱韩国瑜的支持者 韩粉们 恐怕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讲到说韩国瑜的站台 到底对于国民党有帮助还是没帮助 我们先来看刚刚的这个 好多个数字 但是我们要看的最重要的是 国民党的 这个是黄昭顺当时的20.52% 这个是总统大选2016年的时候 这个朱立伦跟王如璇26% 那这一次李梅珍是25.9% 所以我要先请教一下造型 就是你怎么判断韩国瑜最后一页 本来要出来不出来要出来不出来 悬疑啊 然后这个推理啊 到最后好出来 你觉得到底有帮助没帮助 我觉得要先看这个客观条件 刚刚包括这个朱玄沛 还有黄昭顺的例子 刚刚这个年华哥讲的 其实蛮到位的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状况是撒卡都 撒卡都的时候 国民党基本盘某个程度上 有些会被瓜分 对 绿的也会被瓜分 所以用这个撒卡都来看是 比较正确是没有错 那说韩市长出来呢 你说对李梅珍有没有加分 我觉得应该是换一个问法 就是对投票率 有没有提高的作用 我认为多少是有 那有的话是 其实是对陈其迈 还有对李梅珍的得票都有增加 甚至可能对陈其迈增加的选票 可能还会比李梅珍多一点点 因为这个是会增加话题 对 所以你讲这个部分 都是有点道理的 可是现在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来看国民党这一次 当然选的 我们讲说没有很好 但是有没有到崩盘的程度 现在看起来一个指标 看起来是没有的 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真的 那么令人失望的话 在这一次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国民党的得票 有一种危机是会被民众党大量吸收 吸收到一定比例 可能拉到之前有人做8% 甚至10% 甚至一度说有可能会黄金交叉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样的状况没有发生 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其实大家会觉得 整个罢韩过去之后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 要给民进党一个机会去试 这两年能不能拼四年 所以当然也一方面是恭喜 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好好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就是蓝营在高雄的这个选民 其实他还是给国民党 保留了一丝板块上面的元气 就是三成的可能减一点 然后可能多一点 可能减一点多一点 但基本上他还没有崩盘 所以这个给国民党的启示 我们的启示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努力来经营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 应该看这些得票率 应该要很担心 一直长不大 就在二十到三十中间 跑来跑去 你根本长不大 我觉得这个叫深根 当然在韩市长胜选的那一次 他有往上去扩充 韩过去那一次不能算 他不能算国民党的整个牌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必须要靠 就是说这一次之后 你是不是还维持了 过去的经营方式 很显然过去的经营方式 对于高雄的乡亲来讲 是情感上比较疏离 包括说这个在地人才的培养 对 然后还有整个系统 如果有一天得到政权的时候 有没有非常的跟在地的 我们讲说基层能够做结合 然后倾听当地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反省跟体质转换的开始 也感谢高雄市民 还是为国民党的板块 留的一丝元气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让国民党死透就对了 就是没有崩解 没有崩解 那这是一个补选的结果 因为如同刚刚几位所说的 在这一次的补选的投票动能 绿营会非常明显的高于蓝营的选民 因为绿营选民对他来讲 经过了总统大选 经过了霸函 那如同这个霸函市局也提到 这个是last mile 这是最后一里路 如果这一次没有 让民进党的候选人当选 那对这些人来讲 前面有点白做工 那所以他会有这个投票动能 要完成这个过程 但是对于蓝营来讲 这个好像桥已经断了 因为这个城市已经 经过市场被罢免之后 他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 这次怎么投 可能都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像我自己 在坐計程车的时候 很多他是支持者 他反而会跟你讲说 这次我没想到 因为我感觉 没法改变 所以在这种心态底下 蓝营的所谓的基本盘 它不能够在选票里面呈现 是一个我们预期当中 就会出现的现象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是有一个呈现了一个基本的板块 也没有出现被民众党裂解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要把握这个 民众愿意给我们留住元气的机会 继续去反省跟经营 更去接地气的了解在地市民的心声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 好 果然是造星发言人 就是讲话就是非常的完整 可是你知道吗 我作为一个高雄子弟 我真心想要给国民党一些建议 尽管这个你们这一次有100个借口 觉得时间很赶 我们这个太仓促等等的 然后这个气氛不对 因为霸函 就是充满了政治仇恨 可是坦白说 我会觉得国民党在推出 这个候选人的过程 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们根本选的不认真 我要接下来请教委员就是说 当然这一次投票补选 绿营的支持者投票的意愿强度 势必是强的 然后民调的数字看起来 陈其脉也的确是一路被看好 但是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高雄人看到的是 陈其脉尽管领先 可是他选超认真 38个行政区跑了又跑 跑了又跑 说这件事情 是国民党要好好的来反省说 那你们难道不能够 推出一个比较认真一点的人吗 他素质差也就算了 那所以情 情坏很重要 那不然你看陈其脉 他已经领先了 可是他却不是一只松懈的兔子 他是一只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的兔子 然后国民党就那只乌龟就 我是乌龟 所以我就一直在后面 这不对啊 这个对高雄人来说 会觉得对国民党的失望 是在于说情人捕拙 你又不情又很拙 这样是怎么办呢委员 我们不是只有一只兔子在跑 我们一群兔子都在跑 是是是 你也是兔子之一 每一天都还要去站路口 扫街 这候选人只有一个 我们八区的立委 跟我们八区的议员 都要自己分配自己的时间 然后到路口去 站路口去扫街 所以我们其实 这一群兔子都一直在跑 那你有看到国民党的兔子 跟你们一起旁边 还是国民党都乌龟 国民党的确是乌龟比较多 我觉得国民党的内部团结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国民党这一次 有好多个问题 都要认真去面对 所以这一次的选票 我想我们首先感谢高雄市民 能够肯定民进党 肯定陈其迈 那当然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求监督帮忙 就是陈其迈在后面这两年 可以把高雄市做好 不管在高科技 产业 郎带 不管在高雄 北城 中城 南城 我们会有一套的规划 国民党一定高强度监督 对我们一起 我们也希望说高雄市一定要改变 而不是像前两年这样子 让我们觉得高雄市 就是闷闷的闷闷的 人家遇到我们 外地人遇到我们 你们发大财了没 我们都觉得每个人都问 我们发大财了没 所以我想高雄一定可以改变 我们会一起努力 那当然刚刚赵新说 国民党还留下一点元气 其实我倒是真的有一点意见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没有用 首先呢 为什么你会挑李梅珍呢 事实上国民党有很多大咖 为什么你不挑呢 那再来说国民党有很多大咖 为什么你自己不说出来选呢 原因就是说 我就去一定输的嘛 做肉店嘛 什么人要做肉店 没有人要主动做肉店嘛 所以国民党才会找得那么辛苦 最后找到李梅珍 那不然你上吧 他也是这样子被感压着上来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拖出 会提李梅珍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没有用 那第二个呢就是梅珍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他很辛苦啦 事实上本来不应该是他出来选的 什么叫越级打怪 其实他被通知要 请他出来选市长说 当天下午他还跟朋友在喝咖啡 那他出来接了这场仗之后呢 你看他的论文的事件 然后他其他的发言 然后让他变成 其实我有一直 有一点觉得也不甘不甘 这个女生被这样子掀到这个程度 所以就说今天他如果不是他出来算 他现在还可以喝咖啡 他现在还可以 不用论文事件 做事论文还要辞掉 不是辞掉 其实学校会去审核 会把他拿掉啦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国民党自己没有用 那当然就是说我有个朋友 其实在论文事件出来之后 曾经打给梅珍的爸爸 他就说建议梅珍退选 这怎么可能 那国民党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说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面对错误 你用什么态度去看 比如说今天我们论文 已经发生到这么大的问题 今天如果我是李梅珍 我可能会觉得说 当时 其实那个真的不是一时不差 那路人怎么出回来 我想我们心里都有数 那这个是个错误 而且是在学术界很大的错误 所以我其实就是认错 检讨改进退选 那国民党呢 事实上就是说 你面对这样子一个错误 这不是只有台湾的大事 这是全世界的大事 国民党你面对这样子的错误 你应该是说 这也是国民党的错误 今天国民党里面这一次没有选 我们国民党好好检讨重来改进 那你觉得国民党在经过了这一次的选举之后 你觉得他们未来在高雄 还有可能再继续变大吗 所以你可以看整个国民党的态度 面对这么一个 坦白讲论文这一种96%的抄袭 那个真的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我觉得都没有人去面对 而且国民党每个人都站上台 一直站一直讲 所以你并不看好 还说他们被抹黑 你觉得他们的态度使得 他们接下来在高雄 恐怕很难再继续长大 他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刚刚我提到国民党 面对错误的态度的问题都不改善 第二个其实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说两岸的定位 两岸的定位 这个我觉得牵涉到整个党的路线 到底 所以你看其实民进党会越来越稳定 国民党会越来越衰退 基本上就是说 他跟中国的九二共识永远扯不清 我们民进党敢说 我们就讨厌共产党 我们就讨厌专制独裁 这就是我们民进党 跟国民党最大的差距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 不敢讲 最具话题的韩国瑜身上 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 要站台不站台 要站台也不站台 结果到最后还是站台了 但是站台之后 本来应该是李梅珍之夜的 结果搞成了韩国瑜之夜 然后你知道在昨天晚上 那场选钱之夜当中 李梅珍好像27分的时候上台 33分的时候就下来了 就怎么会这样 他才是候选人 那结果在那个场合上面 韩国瑜竟然讲了 这颗蛋的故事 对 我从口袋变出一颗蛋 这颗是鹅蛋 好大颗 那我要请教一下光琴 就是说坦白说 我对他不是很能谅解 为什么他要讲鹅蛋这件事情 就是他不断的 在各种场合很喜欢 用性别的身份来做文章 那在这么大的一个造势场里面 然后说李梅珍生不出来 所以要吃鹅蛋 我有建议他吃鹅蛋 我觉得就性别角度而言 韩国瑜真的 你怎么都不会 都不知道应该 要避免这样子的错误 一而再再三 从美白小腿到李梅珍不会生 这什么东西啊 因为韩国瑜他这个标志 已经是 你不用去多解释哪一件事情 大家就对他已经有 既定的印象了 所以这成为他未来 想要再起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今天如果是 韩国瑜对上陈其迈 我认为陈其迈还是会打败 韩国瑜的 你看喔 在今年两场选举 一个是1月 一个是6月的罢免 对不对 韩国瑜已经退居61万票了 那是两边 选情都崩得非常紧的时候 那这一次罢免94万 那好 这已经是代表 那个名义已经转向了 不是观看高雄而已 我这样放大来看 因为韩国瑜以后 不仅限于高雄了嘛 他一定是 还想图大选嘛 总统大选 可是他已经消失了 再加上第二个 很多人讲到他都很复杂 有时候不太理解他 像刚刚石琴 你一直在这个所谓的 他还那么有人气 那对李梅珍还是有拉抬啊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以韩国瑜个人来讲的话 他仅止于那3到5%吗 他仅止于高雄 能够拉这么一点点吗 韩国瑜出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看他未来的走势 我认为他已经没有了 真的吗 他没有了 你不能说一个人有人气 就代表说他未来还是总统候选人 就是他了 而且政坛千变万化 我先讲这样 那刚刚这个赵鑫 他就代表一个国民党下一个困境 他是老二哲学 你看他分析 他不去讲大局 他去说 我们没有被民众党 没有被他分票啊 这老二心态 这个他们这一次的选举 不是在想赢民进党 怎么2018年的选举不算选举呢 2018年韩国瑜就是超越了 那个国民党的基本盘啊 他整个跨局 那个89万票是有意义的啊 国民党本来拉上去了 你看兔子汗子 对不对 这个 整个在那个选战里面 而且一个人可以拉全党 那时候民意是要给 国民党机会的 可是现在退额求情 是以高雄观全局 看这个国民党现在的途径 没有被民众党吸干 我们就一直想报基本盘 基本盘是什么 基本盘不是韩国瑜那种 那个韩粉一站出来以前的那种气势 基本盘就是最基本的 可是光潜你觉得啦 一句话 国民党的到底能不能够摆脱掉 韩国瑜以及韩粉 我觉得渐渐会摆脱 你不能说以今天来看未来 我觉得会摆脱 还有江启臣 他竟然去任养反霸 以及李梅珍的论文事件 以及这一次还请全力 全党之力 下去打这场补选选战 我觉得江启臣 应该要负责任 好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江启臣 是不是应该要为李梅珍的败选 负起100%的责任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刚刚光潜提到 他觉得这一次江启臣 应该要为李梅珍的选举败 负100%的责任 好所以请教他 你觉得江启臣应不应该 在现在就辞职 江启臣今天晚上陪着李梅珍 出来开记者会 他就念念念念念念 念稿子念念 念完了之后 好结束 他也没有要辞 江启臣应不应该辞职 他自己决定 但是他想不想辞职 恐怕不是他自己决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 因为就在今天傍晚的时候 朱立伦突然公布了 他明天有两个行程 登轮朱立伦 这么爱表现 一个行程是到关西 新竹的关西 帮一位现议员 补选的候选人站台 那一个行程是要参加 荣应台的新书发表会的 这个读者见面会 那朱立伦当然 每天都有很多行程 可是他很少这样子在 开完票之后没多久 突然就公布了明天的行程 所以你说朱立伦 想不想选党主席 当然想 可是这有一个很麻烦 因为现在当国民党党主席 你每个月打开门 就是要借3000万 这真的还假的 我都怀疑是假消息 国民党有拿政党补助款 每年都要拿 是有多穷 他们可能家大业大 党工众多 再加上他们还要负担 以前党工的退休金 那个部分他们一直没处理 他们没有所谓的18%的改革 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国民党党主席 现在的确是一个苦猜事 好 现在问题来 江启臣的定位 比较像棒球比赛的那种 败战处理投手 我这球队已经落后到15分了 反正再怎么打也不会赢了 就派一个投手上去 你就是把局数吃完 就是把局数吃完就对了 好悲惨 反正已经无法改变比赛结果 就是你把局数吃完 让我的先发投手呢 好好休息明天 可以为明天的比赛 来做另外一场准备 就不要再浪费人力了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或是韩国瑜 或是其他有 至于国民党明年5月 党主席改选的人 这个时候会不会想要 江启臣赶快下台 这恐怕可以打上一个问号 可能不会 反正你把局数吃完嘛 而且这一任主席 也没什么权利 除了每个月要借钱之外 他也没别的事可以干 因为没有 接下来到2022年 不会有选举嘛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害江启臣 你把那个时间撑完了 撑到明年5月 所以搞不好 明天就会有人开始胃流 说罪不在江启臣 非战之罪之类的 可是我想请问江主席说 那你自己觉得这个主席 当的到底过不过瘾呢 现在很多人都怀疑说 你根本令不出主席室啊 高雄你搞得定主委装起望吗 好不容易是议长选举 那是不是要花了多少的力气 连王金平都出面了 才保住这个议长 那你这种主席 继续干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做的没意思 而且明知明年5月 不可能连任的党主席 继续做下去有什么意思 你明知他不可能连任 他明年5月 怎么可能会连任呢 真的吗 你觉得 因为朱主席找你吃饭没 使得他应该连任不了 他应该连任不了 因为朱立伦最近动作 其实还蛮多的 这个其实不太像他的个性 我们过去对朱立伦的观察 他都是算到最后 这才最后一步才出手 对那可是他可能去年 这今年初等于 国民党是去年的总统初选 可能学到教训了 所以他觉得说 现在要吃自己去买 自己去买 动作要快 可是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谁当主席 当然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国民党现在是全台湾最大的 哈韩团体 他真的是全台湾最大的哈韩团体 今天我终于看到 开始有国民党已经出来讲了 国民党开始要正视韩国瑜 带给国民党的负面影响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早在 2018年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之后 我们就不断的在节目中呼吁 我甚至还讲过 我说当时我讲过 如果说国民党提名韩国瑜 当2020年的总统候选 那是全党的堕落 就没想到不幸被我言中 韩国瑜从2018选高雄市长 2020选总统 到今年6月6号的罢免之战 三战两败 他只有2018赢了 而且越后面越接近的败得越惨 这代表什么 代表韩国瑜你跟 现在台湾社会主流的名义 已经完全脱节了嘛 没有错 他出来之后媒体会很关注他 然后这个点阅率会很高 可是那个跟选票 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所以国民党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国民党很简单 你要贴近台湾的主流名义 台湾的主流名义是什么 我就举昨天发生的事情好了 政会中去泼李前总统遗造的红漆 对 请问国民党有没有发新闻稿 没有 没有嘛 嗯 这种事情国民党不需要有态度吗 嗯 而且这件事情恐怕也会影响 今天的补选啊 他也是帮陈其迈吹票啊 对不对 你觉得这种事国民党可以不要有态度吗 你可以赞成你可以谴责 就很简单嘛 就是是非黑白嘛 对不对 你国民党完全没有态度耶 嗯 这个政党很有趣 在李梅珍的论文抄袭事件的时候 江启成那个态度是 同一篇脸书是前后不一致的耶 身为主席 身为学者他反对论文抄袭 可是身为主席他支持梅珍的做法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 抄袭就是抄袭 没有什么已经道歉 然后什么因为一时的失误 这个国民党你在很多关键的事情上面 你的态度是什么 可是江启成今天的那个败选 陪着李梅珍的讲稿里面 他还说我们国民党要持续坚持改革之路 先请教一下委员 所以你觉得到底怎么办呢 江启成应不应该现在迟 还是要好吧 那我们就延续继续的改革之路 可是关键时候绝不表态 其实你可以看这阵子江启成当党主席之后 很多社会重大案件 江启成都不太表态 所以你比较看好 朱主席找你吃饭 美成党内最潮很厚 我想我预测下一次朱立伦当选的机会 比江启成大很多 那韩国瑜呢 如果韩国瑜说他也要选呢 韩国瑜我也觉得他应该 韩粉已经大量视为了 虽然还是有他的基本观众 但是呢就跟当时柯P一样 柯P刚出回来的时候 其实柯P他那个嘴巴很利啊 会讲很多白白的画 大家觉得很趣的 韩国瑜刚出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他的口才真的是好 我们跟不上他啊 但是他可以这样子 天花乱罪性五开合 然后举很多无厘头的例子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啊 所以当时你看柯P跟韩粉 韩国瑜他们有一批的那样子 一个年轻族群 网路族群 就一直跟着他们走 事实上这些人你看久了 看腻了 看清楚 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你还是看好 明年五月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伦 我是看好朱立伦 因为我觉得韩国瑜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你从这个罢免案 然后再到现在 其实这一次出来 我本来是在猜 他说不想选党主席可能都不会出来 那他如果会出来 搞不过还有一点意愿 那这个是我的观察 那当然我也是认为他 你看出来又是额蛋 你记不记得他那个 在总统大选前 腹肌蛋 我是请假三个月 受要大选 那在家里腹肌蛋 他特别喜欢蛋 他很爱蛋 对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人 我感觉他又问李梅珍 说你吃了多少颗 他说吃了100多颗 掌声鼓励 我的感觉是 傻的回到盘 你知道吗 这个是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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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听到心头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很无稽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韩国瑜差不多 他不会有那种 那么强的旋风了 那江崎晨晨 所以你不看好说 他要选主席 或者是他还要再选2024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选主席或总统 但是我觉得他不管选主席或总统 都不会上 那江崎晨是这样 江崎晨其实我 本来对他也抱有一丝希望 就是说我们站在国家 政党政治的角度 我们不希望国民党倒下去 民进党你至少有一个 同样的可以抗衡的党 那这个才是一个政党政治的国家 的一个正常发展的方向 其实我当时也蛮期盼 江崎晨你可以跟老一派的不一样 你今天两岸的论述 九二的共识 讨厌共产党 谴责共产党的这种话语 如果国民党你肯改革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我们就是民主国家 我们就是民主社会 他们就是共产制度 我们民主国家和共产国家 就是不一样 你香港的这些问题 就是很严重的 用独裁用专制去欺压百姓 压迫百姓被抓被关被打 你江崎晨你可以说 我真的是谴责共产党 可是他说我们共产党有发声明啊 你就讲嘛 江崎晨你今天当一个国民党主席 你国民党如果要改革 连这种讨厌共产党 谴责共产党 你都不敢讲 那我将来人民要信你哪里 那当然就是说朱立伦 是他现在其实他正好没有职务 否则我们也觉得说你要讲 那你没有职务 还可以散一边去 他其实有讲 他在脸书上讲 结果下面的留言都在骂朱立伦 他又谴责港府 朱立伦一样他又谴责港府 但朱立伦一样没有谴责共产党 不敢骂共产党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国民党未来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国民党未来最重要的路就是 我现在年轻人已经 不喜欢共产党 那你们国民党如果 再跟共产党你那么紧 以后我们真的 也不喜欢你们国民党 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国民党的路 到底江启晨 是不是败战处理投手 然后接下来朱立伦的可能性 最大呢 等一下的时间全部开放给造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你看在今年 现在也不过才8月中旬 对国民党来说 真的是一个 还蛮艰困的一年 8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已经输3次 这对于党主席江启晨来说 势必压力会非常的大 这也难怪 从党内传出来的消息是 朱主席找你吃饭 没变成党内最潮的问候羽 江启晨陷入了一个领导的危机 这个的确要请教一下赵新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江启晨在这一场的 这个市长补选当中 他应该要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的话 你会建议他现在就走 还是说还是撑撑撑到明年5月 撑到明年5月 那他还要不要再继续 再度连任参选党主席 还是说算了算了 你朱立伦那么强 那就让朱立伦你来当好了 这个因为我基本上 是比较代表国民党 当然常常在节目上 跟朱伟来宾 是处于一个立场不一样 但是志杰委员刚刚讲一句话 我满认同 就是他说国民党没用 真的很没用 怎么个没用呢 志杰委员刚刚讲的 国民党传统的文化就是遇到硬仗 或者是会败的选仗 有能力的人就躲起来 不愿意承担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要打破这个 所以江启臣接主席的时候 是总统大选败选 那罢韩在即 而且凶多吉少 而且凶多吉少之后 一定会有补选的状况 所以这都是可以推出来的政治议程 而且非常难以逆转 但是即使这个样子 他也是选择出来去 承担 我不要讲承担 承担是很八股的说法 就是出来选的 就是出来选的 不容易 坦白说不容易 所以大家对他期望很高 都希望他可以带走改革 所以今天承受这个冲奇波 本来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坦白讲 但是我那时候 其实蛮佩服民进党 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总统不会选赢 但是像谢长廷先生 还有这个苏贞昌 他们都愿意出来初选 去争这个 这个去争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 我觉得这就是 现代政治人物必要的承担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差别 表现好不好 我觉得见仁见智 有的人说太嫩 或者是经验不足 那梅珍也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说 在传统的国民党政治人物 一定是闪得远远的 那因为这样闪得远远的 所以人家觉得说 你国民党的人就是这样嘛 就是只想挑好的吃嘛 我看不起这样的人 我看不起这样的现象 就是要单 该到高雄做新闻局长就是去 就是去嘛 你知道会有事就去嘛 该当你没真的犯人 就当你没真的犯人 该打仗就打仗 不要 只有好处 或者是人家承担完之后才要出来 那可是你这样子的文化 能不能够扩张到整个国民党 那才是最重要的啊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 江启臣的确他压力很大 譬如说刚刚委员谈到的 国民党的路线问题 因为江启臣一直期待要改革 他当然会希望说 能够更趋近于台湾的主流民意 可是在路线上面 出现了一个马前总统 一直拉他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好东西 你们不可以抛掉 那对江启臣来说 这不是 天啊 就我要改革 这我看来就是 第一个确实主力大 第二个好事多么 要耐心 第三个 现在的党主席 本来就很弱势 但是我要反过来问 这是因为大家对国民党主席的印象 就是国民党主席应该要强势 可是我那时候就跟人家 我用卓龙泰主席为例 我觉得卓龙泰主席 是做得非常好的民进党主席 他没有因为自己要权力很大 才能把事做好 而是能够做 现代性的主席 就是一个 有点服务型 去募款 甚至有点低升加息 拜托大家 又找罗文嘉来做秘书长 后来觉得这个体质转得还不错 可是没有人觉得卓龙泰主席 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老大 国民党现在就是要 试着去调整这样的体质 谁说主席一定要是高高在上 然后还要列宁市政党 权威型领导 这样没起来的啦 这样国民党不会赢啦 所以现在国民党要寻找 国民党内的卓龙泰 其实造型讲很唬人 是是而非 好像是说 没有人要出来我去承担 我们就是对的 其实江启臣 在几次事件上面来讲的话 已经是不对的人了 所以未来国民党要向上提升 什么样向上提升 就是说你要抓住民意 你不是逆民意 你看他们现在展现的是逆民意 包含两岸路线 或者说所有的这种态度 第二个 以前国民党 一场选举就下台 这一次严重提名错误 你能再怪韩国瑜吗 不能 那那么多次事件就告诉你 这个主席不行 就算是他在没人的时候 就像洪秀柱 没有 什么男人都跑哪去 我出来 但是他是不对的人 嗯 一样的道理 你还继续让江启臣带领 简单一句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没有逼宫 怪现象 就像过去李登辉失去政权 廉政的人马去逼宫一样 没有逼宫是怪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看这个 国民党到这种地步 他们常常会 防卫心很重 觉得你是在 骂他 对抗他 在害他 可是事实上 你苦口朋友 大家最近在讲说 不要再饮症止渴了 他们内部分成两派 你再饮症止渴下去 你未来每一场选战 就是去保那可怜的米缸的一点米 就是永远就是25% 25% 下一个就是你们也被边缘化 你不要二哥去笑三弟 你看民众答案 你怎么样 在我们眼里 你们就是 等于比民众大一点点的 国民党而已 你们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个跟我们过去认知的 整个旁边的国民党 差距非常远 如果做一点补充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不会因为你出来承担 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绝对不是这样 但是现在在面对的 必然发生的两场 就是我们讲说 罢免案跟补血案之后 那么未来任期的政治一层设定 能不能让民众 有耳目一新的表现 坦白讲 这对国民党中央也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的成败 其实是应该看它后面 在没有这两场大选战之后 政治一层设定 能不能够做出大家改革的期望 可能做得到可能做不到 但是这个是一个 他必须要去面对的目标 我要请教阿晃 因为阿晃跑民进党逃得非常长期 我觉得那个政党的文化 真的很不一样 就通常国民党 常常在碰到危难 败选的时候 我就巩固领导中心 可是民进党就是 败选负责主席下台 然后现在柯文哲也是啊 败选的主席不用负责 也很奇怪 败选的就是候选人负责 当选就是主席第一名 我觉得领导风格不是问题 蔡英文2008年 刚接民进党主席的时候 讲难题一点 民进党谁理他啊 唯唯战战的 也做不稳啊 可是我觉得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对 才是重点吧 你把事情做好跟做对之后 你这个主席 自然就会有领导的风格出来 切离不死了 ISA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理计 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